這個鞋就看起來比較沉重啊 橫跨 翻折 密度比較密 鞋的比較重 密度比較密 密度比較密 中間還是靠得非常的緊 所以這個字器嚴格講講還是狹窄 中間的縫隙幾乎 中間密密好像被人家掐得窄窄的 倒是左邊小 繞動繞動 右邊呢 右邊 長往上頂上去下來以後再繼續走 重重的走 研究比剛才那個倒字來的輕盈多了 其實在筆法裡面我們可以看到有些筆觸 確實會有輕輕重重重輕輕 有時候按著重有時候按著輕有時候寫的斷有時候寫的連 斷連這也算是一種差距 好像是輕鬆的所以它可以這樣飄飄飄飄飄飄 這種叫臉 這種叫臉 所以它一會兒斷一會兒連 其實是蠻有設計感的 好 眼前 眼前 看起來好像是這樣寫的 眼前上去 撇下來 飄逸一下再往上走 這樣走得下來 把它斜窄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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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靠得很近靠得很近 點還是靠得很近 抬上去下來加重掃出去 這排從第一個字到最後一個字 只有最後一個字有伸展 只有這個字是有伸展 其他的基本上都窄窄的 並沒有規定說每一個字都要伸展 有時候是整體考量 有時候旁邊伸展了 就未必這一行未必要伸展 就是要看左右鄰居 一般來講是看右邊 右邊才會決定 右邊先寫 左邊再去決定要不要伸展 這個臺是比較重 所以它墨壓比較多 下面那個筋就比較少 比較乾 寫字的時候其實都一直在觀察說 它有一個乾的濕濃淡 速度上的快慢 筆法上的轉折 這個都要隨時注意 那你說怎麼可能同時間注意那麼多呢 原則上你越熟練 你就注意力就會越容易 就是說你越熟練 很多東西都不用記 你會覺得那個本來就是這樣子 如果你不熟練 你就會奇怪怎麼那麼多東西要注意 就看你熟不熟練 就像我這九九寫它一次 那我就要非常的專注 就不能隨便寫 如果每天寫它 寫寫它寫個一年半載 那大概我也不用看 眼睛閉著蒙著就大概可以寫 這樣子 那這裡呢 這裡好像是要這樣子 就要再想一下 那如果熟練的大概就不用了 大概熟練的人大概都直都背起來了 就沒有什麼好看的 它會比較濕 所以沾一點末 不要不要都一直不沾末 或一直沾末 沾末也是一種節奏感 所以很多人說 到底要寫多少個字沾末 其實就看它的濃淡 像這個這一篇其實還勉強看得出來 有時候真的看不出來 也不能怪大家 我有時候我也看不出來 指有時候的指真的是 多多少少會有感覺 也不能說完全看不出來 因為那個速度末量會影響到那個字的質感 多多少少會感覺到當時末是多或少 速度是快或慢 這樣寫的字數真少 你有沒有發現這個接近平的 這明明是一個口可以寫到這個程度 真的是不容易 所以不容易就是真敢寫啦 不然口是拉斜的 竟然拉得平成這樣子